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12月20日,赵丽颖,这事发生了啥? 赵丽颖,引发热议 12月20日,赵丽颖引发了阵阵热议 起因是因为赵丽颖表弟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第一张发的是自己的自拍 第二张竟然插了一张赵丽颖的照片 粉丝看后纷纷炸锅 不行,还是穿得太少了 冷 这事发生了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赵丽颖穿着驼色超长羽绒服 后底加溶雪地靴 拿着手机拍摄美丽的雪景 有一种沉静淡然的气质 照片中的他在下雪的户外 穿得十分暖和 赵丽颖表弟的配文令人意想不到 网友看后纷纷热议 妈呀我居然跟丽颖穿的同款鞋 表弟我命令你下次把你解放第一张 流泪我一秒刷走了 表弟你是大好人啊 太想赢宝了 赵丽颖表弟韩嘉宾一直在赵丽颖的团队中 看上去像个大暖男 这一次应该是同事一起找个地方吃饭吧 只见韩嘉宾发文 零下十二度的北京 怪不得穿得这么厚 赵丽颖最近拍了好几部电影 虎狼之路饰演女主 合作《肖殃留夜》第二十条 合作张艺谋桥颜的心事饰演女主 还有《将园弄》中的角色 不得不说 赵丽颖一直在挑战自己 感觉她太努力了 赵丽颖封面大片 多样风格尽显经典 时尚女神令人痴迷 赵丽颖与冯绍峰的离婚 是今年最大的新闻之一 很多人都被吓了一跳 因为他们结婚的时间并不长 而且他们的宝宝也是刚出生不久 谁能想到 他们会说离婚就离婚 前不久 赵丽颖还被人拍到了 冯绍峰的家中 两人并没有什么交集 这让很多人都觉得有些心酸 日前 赵丽颖现身个大时尚杂志的封面 各具风采 却无意不是古典之作 虽然结婚失败了 但赵丽颖的热度并没有降低 网络上的粉丝们对他的安抚 让他的电影资源变得更加的好 这张杂志的封面图很有女孩味 穿着一条条纹连衣裙 搭配一件白衬衫 一头卷发也很有个性 很有潮流感 而这本书的封面 却是充满了科幻的味道 上面镶嵌着无数的亮片 让人无法理解 重点是 他画着淡妆 露出了一张几乎完美的脸 确实很漂亮 这一次的封皮 采用了藏青色的露碑礼服 既典雅又经典 颇有一股女皇范儿 而背后披风的设计 更增添了一份高贵典雅的气质 他穿着一身白色的雪纺长裙 上面的格子网格 让他看起来五颜六色 脚上踩着一双黑色的长靴 让他看起来英姿飒爽 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短裙 头发高高盘起 衬托出他的年龄 腰间细着一条黑色的腰带 勾勒出他盈盈一握的腰肢 再配上一双网状的高跟鞋 更添几分性感 夏季的封面 透着一股清新的气息 一条细带的腰带 配上一条精致的银钻领 将整个人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 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气势 跟赵丽颖平时的打扮完全不同 毛衣上绣着波点 很有特色 帽子上还点缀着亮片 看起来很有女人味 虽然是素面朝天 但是看起来并不单调 穿着一件黄底绣着文字的大衣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时尚的气息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梦幻 而又不失高贵的仙女 花瓣状绣口是整个服装的亮点 对于赵丽颖的芯片 你有没有很大的期望 我相信她也不太帅 我相信她也不太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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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